台湾股是今天盘中油黑翻红 不过量呢还是微缩 明年是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 该怎么观察跟选股呢 请教日盛投顾分析师李秀丽 分析师你好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是 台湾今天领先雅谷率先翻红了 您怎么看呢 那明天有哪些关卡重点 是 当然如果以大盘的一个角度上 来做一个解读的话 今天的一根红K棒 对于大家担心说冲高了之后量不够 会不会有量加背离而压回的一个风险 在这个部分里面 初步的给大家一些信心 那当然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信心 也主要来自于这一个阶段里面 指数从这个扬升的阶段 7700点上升以来 这个月线大致上都还能够发挥 一个支撑的效果 所以我们当然也会持续的密切的观察 如果在量缩的一个形态之下 持续惯性的月线支撑 能不能发挥一些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观察 现在目前20日均线的一个支撑点位 在8327点 那当然整个国际情势上面 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醒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 台股自己强吗 事实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在一点钟过后的 日经指数也翻红了 韩国股市也翻红了 以这样子的一个国际资金进驻的 日韩的一个股市跟台股的一个表现 可以看得到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效果 不过以陆股来看上阵深圳指数 就压在这个盘下 主要也是因为大陆的这个 停止了逆回购 这个大家比较担心的紧缩 或比这样的一个压力有关联 不过我们看到 国际的资金还是受惠于 这个QE的一个退场的时间延后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最具体的就是 美贷值利率 马上就从3%回挡到现在目前的2.5% 那这个部分里面也代表着整个市场 对于整个市场的一个持续的宽松 是一遇一个正面的回应 大概的时间延短